欢迎收看前进关键码 我是分析师谢志 在我旁边的则是我们资深的分析师谢明清 那如果各位投资朋友们 对于本节目还有什么不清楚不了解的地方 又或者是说近期可能股票操作方面比较不顺利的 还是说有在关注什么股票 想要咨询建议的也都欢迎可以打电话进来 或者是扫描QR Code留下你们的资料 那我们会主动的联系你们 那首先我们看到则是在9月份 美国的CPI是3.7的年增率 那跟预测值是略微的高了一点点 那在核心的CPI方面则是4.1的年增率 那跟预期是相同的情况 那整体来讲的话 从趋势上来看 那这个CPI还是呈现一个下降的状态 那最主要目前下降速度比较慢的原因 是来源于能源价格高涨 还有另外一个则是在住房成本方面 那住房成本最主要会影响的则是核心的CPI 那另一方面在失业率的方面 初领失业救济金则是跟上一次是维持齐频的情况 那是维持在20万9千人的情况 那在续领的话则是来到170万 那是连续两周是略微上升的态势 那也一样从长期来看的话 趋势也还是向下的一个情况 也就是在失业方面 就业方面状态还是有在改善的情况 那在昨天每股四大指数 是只有废半 是小幅的上涨 那剩下其他三个指数都是小跌的 那从星期五以来 每股则是持续的上涨 但是可以看到每一天的涨幅则是持续在慢慢的缩小 那到了昨天是进入一个涨势暂时休息的情况 那所以这个情况也影响到了台股 那前两天外资是大幅的买超台股 那今天就转为小幅的卖超 卖超了61亿 那所以今天加全指数是小跌的情况 中场是下跌了0.25% 那成交量则是接近3000亿 那近期则可以看到 在加全指数和贵买指数方面 则是形成了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情况 那加全指数看起来 是一个比较健康的情况 那从贵买来看的话 我们会发现在下跌的时候 反而成交量是放大了 那在上涨的时候 反而是没有成交量的一个情况 那在台股盘面方面 今天AI类股的表现还是比较弱势的 跌幅还是比较大的 那像是光宝科的跌幅 除了超过5%之外 我们从K线图来看 也可以发现 那今天已经破底了 所以是呈现一个比较弱势的情况 那在台股比较强势的则有 像是汽车 汽车类里面的地宝 最近公布了营收 那9月份的公布完营收之后 如果第三季可以跟第二季 维持相同的税后净利率的话 那第三季 它的年增率 EPS则有机会可以超过两成 所以股价的表现 今天涨幅就超过了7% 那像是另外一档的羽龙 则是连续两天都是上涨的情况 那羽龙主要做的是 引擎还有变速箱的零组件 那在昨天是一个涨停的情况 那今天虽然成交量是放大了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 今天留下了上影线 也就是说 今天有较多的调节卖压存在 那另外像是中华 还有范德 他们的营收表现也都还不错 那中华则是受到近期 MG汽车的销量情况 还不错的影响 那像是近三季 它的营收都是持续 维持一个成长的态势 但是呢 在9月份公布完营收之后 股价倒是比较没有所反应 那范德也是一样 第三季如果算起来 最后净利率能够维持的话 那年增率也是有机会来到三成 那它的股价还是一样 表示着比较没有动的情况 那另一方面 最近一直都很强势的 还有在细光子方面 那像是前顶 公布完营收之后 因为它的月增率和年增率 都是超过30% 所以连续两天 都是涨停的情况 然后又续创新高 那也就是说 它在营收 再加上细光子的这个题材的带动之下 股价表现特别的强势 那接下来10月要进入下半月了 下半月台股会是怎么样的发展 那另一方面 我们还要再询问谢老师 就是怎么看AI类股 还有网通类股 未来会怎么样发展 那我们请谢老师来做说明 谢谢谢氏分析师 那今天台股的下跌 当然外资卖 还有台币扁 这个是必然的 每一次如果外资买 台股不涨都很难 那相对的外资卖 当然钱会出去 所以台币就扁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台币好了 这红色代表扁 在这里连续三天台币涨 然后昨天小扁 今天扁超过一角 所以台股当然就跟着下来 跟着下来 但是其实没有改变 仍然是多头 好我每次都要从 原先我们开始上会 那一天开始告诉你 整个架构跟整个 我们帮各位追踪的 所有的族群 包括AI 网通 还有未来什么样的族群 会上来 帮各位追踪 相同的 假设你有这些股票的 你有任何的 你想加码 减码 或想换股的 都可以来跟我们联络 打电话 或者扫描QR Code 把文件填一填 我们会主动跟你联络 我们从第一天 9月1号开始看齐 来 9月1号我就拿台积电 台积电换多 看到 从594到534 看到594到534 下面AI最强的叫四星 也就是领头羊 这里换多 高点2595 我下面画的叫外资 这叫外资 很显然外资是买超 不断地买 台积电当然是卖 这里叫广达 9月1号的时候 这里282块 各位看得很清楚 这里出现卖出信号 282就是高点 不会过就是不会过 为什么 因为外资也是站在卖超 这是伪创 这是大家手上的股票 我也提醒你 161.5这里出现卖出信号 看到一个黄色的卖出信号 曾经要攻不够 重新出现卖出信号 因为外资卖 到今天我们来看 各位594 516台积电 也曾经破了534的低点 然后来到516 当然在这里 又重新出现卖进信号 外资有小买 所以它上来 相对的四星 外资仍然站在买超 所以你看它突破新高 是不是 这里叫2595 9月1号 2595现在是2910 当然广达282 282就在这个位置 我说出现卖出信号 它下来 下来整理后这里要攻 可是在礼拜二的时候 礼拜三的时候 这里就出现卖出信号 所以你看今天就跌 来我们看一下广达 今天是不是跌得很惨 好再回头看 我为什么都要提早告诉各位 各位你去想 这个又没有困难吗 我都告诉你 你有的股票 你任何股票都一样 我们叫空 我叫卖点 讲空好像我做空 不是叫卖点 股票市场你卖了 然后你把钱收回来 下来再买回来就好了 股票不是这样子吗 有人从来不会卖股票的 来 所以今天下来了 为什么 这个点 你看 我说外资卖超 有没有 在这个点 他继续卖 当然股票就跌 虽然上去一点点 可再下来 282要过很难 好 尾创一样 你看 他是不是离161.5更远了 我在昨天特别提醒你 他们都是重新 起跌 这要起跌 外资在这里 看到没 这里 是不是 在这位置 拉上去以后继续在卖 所以股票市场 有时想一想 是他在输而已 该卖就卖 该卖就卖 所以为什么我们只做一打 这个盘是我讲坦白的 像我这种资历这么深的人 我都整体很难操作 如果我们是经典年初就上来的 就上 非凡的 那当然 我的投资可能赚翻了 可是我们是9月才上非凡的 因为我们公司 盛控到证件投顾 是在8月29号 等于8月底才核准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只能9月份才能上电视 所以我说 操作股票 我都觉得很困难的 各位你们呢 所以为什么我上个月做一档 这个月仍然只做一档 那我常常跟各位分享的就是 市场上都知道我先不先 我只要操作股票 我不是每一档都会好几倍 可是我一档是 随时都可以出 对不对 出了把钱收回来 小赚小赔我都愿意这样做 因为他那个气势没有上来 我常常在讲 股票市场 有的时候 它是有闲击的 譬如说我们上个礼拜 上个月一档 这个月一档 为什么我都在丢 一档一档丢给各位 因为我要让各位去胜利其境 股票好不好操作 我找的都是前级欧的股票 可是也没有那么好操作 那我绝对有压箱保 其实我现在在跟各位交朋友 你相信我的你就来加入 你就打电话来加入 或者扫描QR Code 把你的资料 文件填一填 我们会主动跟你联络 三鱼一来风漫楼 当一档股票要上来的时候 你有已经卡位了没有 有一天我在这边讲 你看涨20个person的 涨30个person 涨50个person的 真的很多人都在那个时候 才会去追 我实在很不忍心 因为很多人 我大部分应该讲说 我有一半的会员 他是 我开始讲股票他不理我 不参加 然后股票涨了五成一倍了以后 他自己跑去买 买了还是不会操作 那买了以后 有很多人很可爱 老师 我长盛买500个 我自己的费 我没贪钱 像长盛买多少钱 大家都知道嘛 100出头 涨到500年 你跑去买了 老师也长盛你的高费 说我买500的 我来赶紧你的费 我害我了解 不是这回事啊 我们在出的时候 你再买 所以我都很不希望 各位 你看我股票可以 因为 第一个我不推荐股票嘛 我都把股名代号涂掉了啊 那你要来参加 三个金也一个户啦 对不对 这叫什么 我不断地在测试 给各位 这种操作股票 等到我说 真正我们的股票 哪一天要几 哪天是哪一档 你们也不知道啊 我在这里也要卖官职啊 对不对 好那等一下我们再来讲 网同族群 休息一下再回来 我们立足台湾 放眼世界 每个数字的跳动 都是金流 人生每一步都是投资决定 与非凡商业台并肩作战 才能看得更远 锁定非凡商业台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商业台 锁定非凡商业台 掌握未来 锁定非凡商业台并肩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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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立足台湾 放眼世界 每个数字的跳动 都是金流 人生每一步都是投资决定 与非凡商业台并肩作战 才能看得更远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欢迎回来前进关键吧 那如果各位投资朋友们对本节目还有什么不清楚不了解的地方 又或者是说最近的股票操作比较不顺利的需要一些协助的 还是说有在关注什么股票 那需要咨询一些建议的都可以打电话进来或者是扫描QR Code 留下你们的资料 那我们会主动的联系你们 那刚刚谢老师提到的网通股未来还有什么样的转机 那我们请谢老师来做说明 谢谢谢老师分析师 以巴战争 以哈啦 哈马斯应该是叫以哈 不是以巴巴勒斯坦因为他也分两边 那以哈战争到底对台湾的电子产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各位有没有去思考这个问题 全世界最高科技的除了美国以外就台湾嘛 那以色列的高科技是比台湾还应该讲不分上下 那你去想台湾会不会受益 所以为什么西斯夫西斯有提到的网通族群 其实网通族群比较不会受限 譬如说美国对AI晶片的一些限制 网通族群比较不会受限 所以他相对的整个族群就会比较强势 好 你看我们讲AI概念来 各位你看嘛 来 从9月1号讲AI讲给各位听 当然我们不是操作这种股票 你看只有四星创新高 广达282没有够 尾创161.5没有够 而且还有AI的还有在创新低的 对不对 282在这里 到现在161.5在这里 当然四星股王没有 他没有理由不上 因为他既然是股王 好 那再来我们就看网通族群 好 这一样 这是9月的第二天 就9月4号 台积电一样在这里 这是大盘 这是台积电 当时我就讲智邦 智邦高点514 我也讲企迹给各位听 因为为什么 这叫族群嘛 好 那我们来看到今天 看514跟135.5有没有过 过了嘛 过了嘛 对不对 而且智邦 还在多头 那当然起基 他开始要整理 好 那衍生的这两个族群以外 我们再往下看喔 智邦 起基 那你看智益也够了啊 也是创新高以后 拉下来整理 好 永业一样创新高 然后拉下来整理 也就是创晋级新高 拉下来整理 对不对 我随便挤了股票里面 你开始去分 所以我说族群很重要 不要贏那些对白 什么叫贏那些对白 人家讲AI你就AI 对不对 当然矽光子很好 刚现在分析师有提到矽光子 那矽光子在网通里面 它是很好用的 那非常先进的 好 那我们再看喔 还有什么样其他的股票 再来 另外一个出去叫材料 先进材料 第一个你看喔 这档股票出钱出息以后再创新高 如果把它签止还点是再创新高 好 那这档股票已经到一千多 我也拿4763材料给各位听 他做什么 利嘴啊 分桃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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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渊桃嘛 利嘴啊 啊 那个股毛毒气啊 所以这档股票 其实它一整年时间涨超过十倍 好 那这档顶基 一样创新高啊 对不对 一样创新高 好 下面的精彩 它做封装材料 当然 它没有在整理 另外这档就是我代我投资人目前的这档股票 那它没有创新高哦 这段时间还在整理哦 好 那 最少今天外资再买41张 好 那你去看哦 我刚刚为什么给各位看啊 我们看低档顶基看好了 今天股价118 我们来看顶基哦 来 股价118 你看它基本面 我说基本面 赚2.04啊 营收有没有再创新高 没有啊 营收成长也算很缓慢 YOY 那MOM也还好而已 YOY并不是很显年啊 2.04 然后股价118 好我们再往下看下一档来 看精彩 3374的精彩 也是118 那它的基本面呢 也还好才1.57啊 那营收呢 甚至比去年都还要衰退 好 那我们来回到这一档 这是我们会员目前手上的股票 好 那我们来看哦 它的 它的 1到9月已经赚4.7 我说去年 去年的 前年这4.72 我讲税前 税要4.15 4.15 好 前半年赚2.42 那它的1到9月EPS 已经到了4.7 税前了 那你去想嘛 去年一整年4.72 那现在已经4.7了 那你告诉我 我常常在讲 族群会相比嘛 那你看到顶级啊 看看 精彩啊 它们股价都是118 这个股价才102.5 当然它在整理还没有正式翻多了 那我们为什么要在这边等 我说有些股票是等来的 那 我还是只有这一档啊 上个月那一档 我提醒各位 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 因为讲 好再重复大盘讲一遍好了 来 我问各位好了 大盘这里17463 这里像不像头 好不管怎样 目前就要翻多 有可能是这样子 也有可能是这样子 也有可能是这样子 好 这里都 这里的头部有多大低 在这里虽然打底要多久的时间啊 可是目前来讲你看 虽然投信买超 可是外资 下面叫外资喔 各位从高点以来 外资是拼命卖啊 有没有 拼命卖啊 虽然投信买 那 土羊对咒只有个别股表现 再来就是台币的部分来 因为 你刚看到的高点在这里嘛 好 再看一遍喔 有没有 7月31号台股高点 我们来看台币好了 台币在这里啊 7月30号啊 对不对 在这里啊 31.12 可是现在台币贬值已经创新高了 贬值创新高了 那 那代表什么 代表钱流出去嘛 那现在我再讲一遍喔 现在有行钱是一定要选几嘛 所以我说你要做可以 今年年底以前大概都有行情 但是要叫短打 我说我们现在这个时间 年来上电视台是很辛苦的 为什么 没有长多 长多叫做一两年的长线的股票 目前没有 但是不见得不会有啦 为什么 因为这段时间有些股票在印量嘛 我刚刚有时候讲的 我刚刚有时候讲的 中美贸易 中国对 美国对中国的制裁 AI金片也好 很多先进科技也好 再来就现在以哈战争 它会印量很多潜在的 有些爆发性的股票出来 也就没有期待性的 然后寡占市场的 所以为什么我会提到 这些特殊的材料 还有很多的族情 只是现在有些股票是闷着 还闷在 闷在葫芦里面 那你如果不是我的会 你就没有这种机会 你绝对看不到说 所有头顾里面哪一个是 讲一档一档 而且我上个月不是赚很多啊 我们的那一档股票也没有赚很多啊 这个月的这一档 唯一的这一档 也没有赚很多啊 都差不多在成本上面一点点而已啊 那有时候对我们的投资人来讲 也蛮不好意思的啊 因为大家都希望 来加入就三成五成一倍啊 但是我们的一档股票 假设三成五成就是三成五成 绝对不是十档二十档里面 你有一档涨停 两档涨停 你可能 我常常在讲嘛 你十档股票你有一档涨停板 你另外九档是打平的哦 不算赔哦 那你告诉我你几个person 你一趴而已啊 你也一趴而已啊 你二十档呢 你有可能十档股票十档都涨停嘛 这十档涨停也是十个person而已啊 我如果一档股票我十个person 两成三成就是两成三成啊 所以我上次想 为什么我们带一档股票 我常常问各位嘛 你的本金还有贴吗 你会贏吗 有些人真的啦 有投资人打电话进来 有找QR 然后填表单的 把文件填一填的 然后我们主动跟他联络 听起来他还是很厉害呢 这边你涨停那边你涨停 然后问他说 你这样到底赚多少 他说赔很多 为什么 涨停的买很少嘛 都去追嘛 有买很多的就套嘛 这为什么我们只做一档 好那我也提醒各位 好这叫材料里面 来 47631000多 这个赚2.04118 这个赚1.04118 这个赚2.121到9月 已经几乎了 跟去年一整年一样了 你告诉我 如果再把第四季算进来 理论上有没有机会拼 有没有机会拼 6块钱 有机会啊 会不会6块 也要等他公司公告营收再说 公告财报为主嘛 那 以现在股价今天收盘才102.5 今天未知才买啊 今天未知才买41张 昨天买了 买多的买383张 可是他却不让它涨 我常常在讲 这种股票就是在考验人的耐性 有的时候 我有的时候不见得要每天讲 我在提我不要每天讲 为什么 因为我只要一讲 外资就不动他 虽然买他就不动 有时候下个礼拜 我可能会两三天不要去讲这档股票 他就不要给各位看了 所以你假设是我的投资人 你不要再按照 不是老师你怎么没有讲股票 不是 我们要让他沉淀一点 那下个礼拜 我们可能开始又要讲新的概念 那这档股票就是这档股票 再看一遍 这是这档股票 那因为他现在在整理 整理怎样 他没有创新低啊 他在整理就是在等什么 我哪天两三天不讲 他就不要给各位看了 他现在喜福了 所以假设你超多一档股票 你喜欢超多一档股票 你之间很大的 你想找一点布局的 要买得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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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弃起来你贪得到啦 那你可以打电话来参加我们 然后你也可以扫了QR 然后把里面的文件啊表单啊把它填好 那把电话号码留下来 那我们主动跟你联络 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赚钱 明天同一个时间 再会